玩过蛇蛇的都知道 蛇蛇拥有两个超大号的保温杯 而身为国师的张狼鹤为了不引人注意 他盯上了不受孔的九皇子 成为他两个保温杯的定期保养对象 此时的九皇子谢回舟正在好友的生日宴上 只是小酌了几倍 谢回舟不知怎地就感觉脑子昏昏沉沉 身体也莫名的发热难耐 不知过了多久 他感觉自己好似躺在了一个地方 随后前胸像是被一个暖炉紧贴着 而且他推得越用力 胸前的暖炉则贴得越紧 忽然 他感觉有冰凉的 带着灵片的东西缠上了他的腰肢 如冰冰凉的浴室一样 谢回舟像是沙漠里遇到了冷泉 忍不住蹭了蹭 而此时他的腿部正有两根类似大钢筋的东西叙事待发 谢回舟身上莫名变得黏忽 下一秒 后背便传来了一阵撕裂的疼痛感 不知道过了多长的时间 谢回舟终于从醉酒的状态中清醒过来 喝酒喝多了脑袋还在止不住的剧烈疼痛 待他仔细一看才发现自己身上空无一物 而周围也是一天狼藉 身上的疼痛感让他瞬间想起前几个时辰发生的一切 转头看到身旁之人时 谢回舟被吓得酒一拳无脸也跟着顿时煞摆 完了 堂堂国师竟被自己给睡了 谢回舟心想自己的这条小命也算是到头了 原来谢回舟是一名穿输者 他穿到的是衣食无忧但备受忽视的九皇子身上 原生的九皇子剑色起义缠上了主角兽的身子 而作为主角兽众多被开宫当中的国师 张兰赫得知此事后 九皇子就被他轻而易举地暗杀了 谢回舟为了活命他极力地降低存在感 他不打算喜欢什么主角兽也不想和国师碰面 他就想这样衣食无忧备受忽视地活到老 乃至千躲万躲最后竟躲到了郑主的怀里 谢回舟看着身旁之人他感觉死期可能要提前了 见张兰赫还在熟睡之际 谢回舟得赶紧离开作案现场 可别被张兰赫知道昨夜之人是他 谢回舟快速穿好了衣物趁着夜色悄悄离开 而身上的动作还是惊动了生性警惕的张兰赫 你是谁 不要走 让我看看你的样子 张兰赫隐约记得与他一夜风流的人是个美人 他想知道美人长什么样 而这番话在谢回舟听来的意思却是 让我看清你的脸 这样我才不会杀错人 结果吓得谢回舟把没穿完的衣服报击就跑 他可不想因为亵渎国师而被提前杀了 谢回舟特意夹着嗓子道 在下冒丑就不玷污大人的眼睛了 在家你的技术太差 我不喜欢 说完他便从窗户跳进湖水之中游走 关于今夜失身之时 他就当作被狗咬了一口 只要打死不承认也没有人能奈他喝 话是这样说 当回到家后的谢回舟腰间突然传来一股凉意 他反复确认后整个人都傻眼了 身上除了各种大小不一的红斑以外 腰间还多出了一道银色的蛇心温灵地 若隐若现地从腰侧一直蜿蜒而下 绿色的眼睛就像两颗脆了毒的玉石 像一条毒蛇吐着蛇性子紧紧缠绕着他的腰间 这不八笔Q了吗 这和狗狗尿尿标记了一处地点有什么区别 昨夜酒楼里的九皇子谢回舟那叫一个腰酸背痛屁不酸 奈何对方是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的国师张兰赫 于是气得他只憋出一句 你技术太差我不喜欢后就逃走了 明昨晚没看清谢回舟脸蛋的张兰赫 此刻正在满城的寻找 正在府中躺着的谢回舟得知此事后那叫一个慌张 心想这段时间还是少出门为好 免得一不小心就一命呜呼了 就在这时他的损友李旭走了进来 一脸愧疚地走向躺在床上的谢回舟 都怪我 要不是我硬要拉着你跟我过生辰也不会这样 李旭以为只是单纯的生病 当他看清谢回舟的脖子和手臂上都是轻一块子一块 时瞬间明白了 愧疚的表情瞬间转换成兴奋加好奇 不知是哪家姑娘能让舟舟如此动心呢 谢回舟脸当即就黑了 不可能 我不可能和他在一起 见状李旭只能灰溜溜地不再追问 不久后李旭便打到回府了 在回去的路上他遇到了张兰赫的手下正在四处搜人 他暗暗心想 也不知道是哪个倒霉蛋惹到了国师还想跑 这么好玩的事情等会儿要跟周周说说也让他开心一下 而此时的谢回舟躺在床上猛地打了一个喷嚏 喝了近一个月左右的苦药 谢回舟的身体这才养好了大半 为了防止张兰赫茶到自己头上 外家想报复一下这个不知简点的家伙 他让手下的人散播了各种稀奇古怪的留言 比如国师既不如人 或是国师患游影机等 而且亲自为张兰赫编写了几篇剧情带胆的小小书 另外还亲笔画了几张兰赫不堪入目的画作 谢回舟看销量这么好真是大快人心 没等他高兴多久 腰间的蛇行纹鳞片突然发热 身体也莫名地传来一阵不适感 看大门的下人匆匆来报 殿下 不好了 国师过来了 草 谢回舟猛地站起身来 随后以最快的速度跑回房间缩进了被褥里 听手下的人说九皇子生病待在府中一个月未出 带着一丝希望的张兰赫这才找上门来 在过来的途中刚好逮到了刚从谢回舟那里回来的李旭 张兰赫虽说是国师 但和李旭也沾了点亲戚关系 于是好奇心上头的李旭大胆开卖道 表兄 你真的有影集吗 文言张兰赫没心微醋 心想这只小狐狸一个月了都没逮到 结果还被他各种扭曲事实家造谣 这只狡猾的狐狸 以后有你好受的 张兰赫过来后直径向谢回舟走去 陈 参见酒店下 而谢回舟则躺在床上露出一脸虚弱的模样 他不敢出去 因为此刻他腰间上的蛇形纹鳞片正在蠢蠢欲动 除了这被褥就相当于自首 谢回舟猛地咳了几声随后用沙哑的声音道 国师来了 奈何我起不来啊 张兰赫也不是个好骗的主 他当即下令让下人将老太医请了过来 老太医把麦之后脸色一沉 不得了啊酒店下 您这身体也太虚了 老夫从医几十年还是第一次见到身体不如七十老手的人 老太医沉饮片刻得出了一个结论 他意味深长地看着谢回舟 老夫给您开几副药好好养着 酒店下切记切记要禁欲 文言谢回舟脸羞的通红 心想老太医你可闭嘴吧 给我留点面子可以吗 而一旁的张兰赫心想 这般好色之人定不可能是他心心念的小狐狸 殊不知这是某个人太过凶猛 都过去一个月了还能被老太医诊断出来 此时站在身旁的罪魁祸首却暗自心想 谢回舟这般不知检点之人 定不可能是他心心念的小狐狸 好小只 差点就有老婆了 自以为谢回舟不是那晚之人后张兰赫扶袖而去 顺便还带走了一张谢回舟放在桌子上的画作 这一举动把谢回舟吓得不轻 还好自己把国师那不堪入目的画作收起来了 不然的话就遭殃了 确认谢回舟跟那晚之人没有关系之后 一段时间张兰赫都没有再去找谢回舟 没有人盯着自己 谢回舟那叫一个潇洒不已 百无聊赖了一段时间后 他收到了来自八皇子谢霆春邀他一同去春兽的邀请 玩球 这不明摆着要给自己下套吗 春兽就是个下黑手的好时机 到时候肯定会找个机会把自己给嘎了 而且谢回舟还是个不受宠的皇子 即使是达了也无人在意 谢回舟细思极捧 要不是一个月前在酒楼里和八皇子有了矛盾 他还真的就相信他的这位好哥哥了 谢回舟突然脑子一转 心想踢到我你算是踢到钢板了 于是春兽当天他带着三两好友前去赴约 他倒是要看他这位好哥哥是要怎么谋害自己的 到春兽场地不久后 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师张兰赫也来了 这可把底下的小喽喽们吓得不轻 纷纷议论这种小场面的春兽国师大人怎么会来 被吓得最严重的还属那晚和张兰赫私混在一起的谢回舟 而张兰赫来此的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看看能不能逮到他找了一个多月的小狐狸 谢回舟心想不对 自己现在没必要害怕他 因为他已经不怀疑自己了 于是谢回舟又把重心转移到八皇子这边 他让暗卫给自己一容成了一个大众脸 属于乍一看很熟悉 但不久后就会忘记的脸蛋 他穿上暗卫的衣服随后与自己的暗卫溜溜进了八皇子的队伍 谢回舟竖起耳朵仔细一听 呦 居然是暗杀自己的全部计划 幸好他早就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不仅要让他们刺杀 还要把这件事闹大 让八皇子知道什么叫踢到了铁板 谢回舟跟自家暗卫交代完要怎么应对后便离开了 走了一段路后他发现了几道熟悉的深意 是国师张兰赫和主角公主角兽正在聊着什么 此刻的主角公正在把主角兽护在身后 谢回舟看着这般修罗场面 心想莫非是主角们开始走剧情了 来都来了 谢回舟就躲在远处观看着三人的拉扯 但谢回舟不知道的是 张兰赫其实是在问主角兽一个月前的那晚 有没有遇到一个喝酒喝到神志不清 或者应该说是喝了背下了药的酒的人 乃至主角公却误以为张兰赫是在跟主角兽搭讪 于是就出现了主角公将主角兽护在身后的画面 而待在远处听不清的谢回舟以为这是修罗场 见场面越来越剑拔弩张 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的谢回舟往前挪了几步 好家伙 踩到树枝了 声音虽小 但身为舌舌的张兰赫却听得一清二楚 谢回舟还没来得及反应身后就传来了一道低沉的声音 谢回舟那个皇帝爹从小就不管他 他自由惯了 现在对张兰赫命令式的语气一点也不怕 他就怕自己跑得太慢被他抓住 我是大人 有本事你就抓我 抓不到就别放狠话 你是命令鼓动我的 说罢谢回舟加快了逃跑的速度 清灵的身影就像是一只灵巧的小鹿消失在林间 张兰赫见这身影像急了那夜和自己那啥厚跳进湖里逃走的人 见状本来慵懒的张兰赫嘴角勾起一个弧度 随后下一秒就逮到了这只跳脱的湖里 张兰赫打量着谢回舟的这一身打扮 安慰的模样 你是谁的人 张兰赫心想怪不得一个月了都找不到人 原来是个不在人前显露山水的安慰啊 谢回舟仗着自己披着假皮 他毫不犹豫地坑着八皇子 他的态度甚是嚣张 还一副小人得知狐家虎威的模样 听好了 我是八皇子的安慰 正在为主家办药警示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不然我们八殿下饶不了你 谢回舟暗自窃喜 我的好哥哥 请务必要背好我丢给你的大锅呀 张兰赫不想和他多费口舌 他伸手就开始扒拉谢回舟的衣服 吓得谢回舟往后退了几步 没想到博师是这样的人 你竟然长我身子 要是八皇子知道的话定不会饶了你的 本来找不到人就烦 结果发现一个可疑的人后 还一口一个八皇子的更让人心烦了 而此时谢回舟腰间的蛇纹又开始躁动了 似乎是在兴奋张兰赫的接近 吓得谢回舟脸色大变 护着衣服的手又更用力了些 没有耐心的张兰赫直接用剑划破了谢回舟的衣衫 随后便露出了一截白皙的腰 腰间上银色的蛇纹若隐若现 甚至还又过来讨好似的蹭了蹭张兰赫的指尖 张兰赫斜嘴一笑 身上还带着我的印记呢 终于抓到你了 小狐狸 见状谢回舟猛地往后退了几步跟他拉开了距离 那个 我们不熟 人与人之间还是要保持距离的 谢回舟心中有些忐忑 心想坏了 他因为蛇纹在张兰赫面前暴露 但好消息是他易容了 暴露了但又没完全暴露 情况越紧急他越要冷静 不慌 不虚 他还能再玩玩 实在不行他还有暗卫呢 只要他一声令下暗卫就可以将他带走 文言张兰赫步步紧逼 我们不熟 是吗 你若是失忆了 那我们可以现场重温一下那夜的来容去脉 说不定你就可以想起来了 顺便好好想想我到底是不是有影集 玩球了 都说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 谢回舟这回算是体会到了 那天我说错话了 我道歉总行了吧 我是迫不得已的 张兰赫根本就不听谢回舟的狡辩 他一心只想将这只狡猾的狐狸抓回国师府 乃至谢回舟却还在左一个八皇子又一个八皇子的 我是大人 我是八皇子的人 我要为他守身如玉 文言张兰赫脸都绿了 见状谢回舟心想 很好 八皇子已经上了张兰赫的死亡名单了 谢回舟一边说着一边还不停示意躲在暗处的暗卫 赶紧接我走 在暗卫接自己逃走之前又踩了一脚八皇子 有本事你去八皇子那边抓我呀 我跟八殿下恩爱无比 他死都不会交出我的 说罢谢回舟就消失在了一阵奴物中 国师大人就不要再与我纠缠了 有事就去找八皇子 张兰赫的脸当即沉了下来 好不容易找到了星星念的小狐狸 结果不仅逃跑了 而且嘴里还一口一个八皇子的 张兰赫与谢回舟分开不久后 狩猎场内开始暴乱 八皇子记得自己也就派了十几个人埋伏起来而已 怎么一下子多了那么多人 而且还不分敌友的在狩猎场上随乱追杀 八皇子冷汗都出来了 这么多人要是在他主持的春兽上出了问题 他那几个兄弟肯定要在父皇面前弹劾他 在场的张兰赫虽身为国师 但他才懒得管 他还希望这是闹得越大越好 这样小狐狸才知道只有待在他的身边才安全 而此时撕掉假皮用真实面目回来的谢回舟 默默地看着这一切 他暗暗窃喜 是成了 八皇子这是闹得越来越大 最终闹到了皇帝那里 虽说惩罚不是很重 但也失去了很多大臣的信任 八皇子离他的皇帝之位又远了一步 回府后的张兰赫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只要一想到自己心心念的小狐狸和八皇子 四混在一起就难受得不得了 于是几天后便闯到八皇子府上要人 八皇子对张兰赫的这一举动表示不解 心想自己也没惹到国师啊 这突如其来的造访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把暗卫拿给别人瞧 这不就是把自己的底牌交出去了吗 奈何国师态度强硬 加之自己现在的处境不以反抗 最后还是将暗卫全都叫了出来 展示在张兰赫面前 张兰赫一眼便瞧出来 他心心念的小狐狸不在里面 他择了一声道 就这些人吗 文言八皇子怒火中烧 他直截了当道 本殿下就只有这些人 国师莫不是觉得本殿下 故意把人藏起来了 八皇子心想再怎么为难他 他也拿不出一个不存在的人了 见状张兰赫很快就明白过来了 自己又被那只小狐狸给骗了 狡猾的狐狸 嘴里就没有一句实话 张兰赫心想下次逮到他 定要他屁股开花才行 张兰赫早该料想到的 当时看着那双细皮嫩肉的手 时就知道对方不可能是干粗活的 对方根本就不是什么暗卫 甚至都不是八皇子底下的人 张兰赫复盘了一下 他们第二次见面时所说的话 他大概明白了 小狐狸并不是八皇子的人 更像是跟八皇子有仇 然后故意借自己的手来对付八皇子 想到这张兰赫顿时兴奋了起来 心想不愧是自己看上的人 狡猾又有趣 这下有的完了 搞清楚一切后 张兰赫便离开了八皇子府 他独自一人来到了闹市 他记得小狐狸喜欢热闹 那这种人多的地方 必定有他的踪迹 就在这时 他在闹市之中 看见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此时的李旭捧着一本书 不知在鬼鬼祟祟的坐肾 张兰赫上前去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在干什么 李旭本来想把刚印好的新画册 拿给谢回舟看看效果 没想到撞到了国师张兰赫 他心脏都快跳到了嗓子眼 李旭心想今天出门没看黄历 这下倒大霉了 这画册可是抹黑张兰赫的莲黄画 要是被他看到了那还了得 李旭将画册藏在身后支支吾吾道 这只是一本平平无奇的春宫图而已 下流无耻至极 明不适合看这个 巧了 越是不让张兰赫看的他越是要看 突然 李旭觉得脑子晕乎乎的 等他清醒过来是画册已经在张兰赫手中了 李旭看着张兰赫翻阅着画册他心如死灰 张兰赫随意翻开看了一下 看到熟悉的画风他愣了 且不说内容 这画册与他之前从谢回舟那里拿走的画作十分相似 几乎可以确定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张兰赫看着画册里的人物轻笑了一声点频道 这是一本很有趣的画册 他的笑让李旭鸡皮疙瘩多起来了 心想国师这什么意思 看到诋毁他的画册怎么还不开骂 张兰赫十分霸道地顺走了李旭的画册 这本我就带走销毁了 画是这样说 但其实他是想拿回去仔细瞧一瞧这位九皇子是怎么诋毁自己的 拿回家后张兰赫越看越不对劲 画中的某些动作和角度让他感到十分熟悉 就好似亲身经历过一样 待他仔细一看才发现谢回舟画的画真仔细 就连自己身上某处的那颗置位置都是对的 但平日里张兰赫的衣服紧紧包裹着他的身体 根本就不会有人知道这些隐秘的事情 而目前知道此事的就只有一人 就是那夜和自己那啥后神秘消失的少年 张兰赫顿了一下 他心中顿时明了了 原来那只狡猾的小狐狸就是你啊 我的酒店下 看来是那夜被自己折腾坏了 不敢在明里和自己对着干 只能悄悄地在暗里画画册诋毁自己 怎么办 小狐狸还有点可爱呢 看似高棱且一脸生人物尽的国师 谁承想追起老婆来也是一套一套的 自从张兰赫知道谢回舟是内夜之人后 他比没找到人的时候还要难以入眠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自己和谢回舟的各种废料 恨不得将人掳回国师府日日盯着 毕业守着才安心 皇帝怎么都想不到 本来是想将张兰赫和这个不受宠的九皇子捆绑在一起 随后借九皇子来削弱张兰赫的权利 谁承想竟给张兰赫送去了一个香香软软的大老婆 张兰赫正愁不知道要怎么接近谢回舟呢 这不就是一个好机会吗 结果激动的鸡都还没打名呢 就已经到了谢回舟的别宫门口 谢回舟最大的爱好就是白烂 每日都是睡到日上三宫才会起 而醒来后就是画点小色图赚外快 乃至他那皇帝爹不知道是抽了什么风 自己都被忽视这么多年了 现在突然被重视了起来 而且还将自己丢给国师教导 真是造孽 不能睡懒觉不说 就连他平日里那点小爱好都得东躲西藏的话了 而且还有随时会被张兰赫发现的风险 谢回舟睡意未消 他眯着眼睛一脸不情愿地走出了门 刚走出门腰间的舌纹就开始发烫 谢回舟大胆不妙 他猛地看向面前的马车心想 糟糕 国师在里面 只是去国师府学习一下 这大可不必让国师亲自过来接吧 张兰赫像有所感应一般 他拉开车帘露出一脸微笑 随后殷勤地伸手邀请谢回舟进去 酒店下 陈亲自来接您 见状谢回舟倒吸一口凉气 见时辰快到了 他只好硬着头皮上了张兰赫的马车 谢回舟从未如此近距离接触张兰赫 现在近在咫尺的距离 他甚至可以看清楚对方脸上的小龙毛 不过别的先不说 张兰赫这脸长得可真俊 谢回舟觉得这张脸太有冲击力了 他怕看久了容易看弯 于是把头转过去假装在看窗外的风景 但谢回舟感觉背后凉嗖嗖的 总感觉身后有一双炽热的目光死死盯着自己 待他转过身来时 却对上了张兰赫那部家掩饰的双眸 国师这般盯着我 我背上是有什么东西吗 文言张兰赫用清冷且富有雌性的声音道 陈只是在想久殿下的名字甚好 不知殿下是否有小名呢 谢回舟察觉到张兰赫正以为不明地看着他 神情很是愉悦 就像是得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 这让他很不爽 谢回舟冷淡道 没有 母妃难产过世 父皇又不管我 文言张兰赫叹了口气 可惜了 谢回舟小小的脑袋大大的疑惑 心想这有什么可惜的 国师这是要喊自己小名不成 谢回舟身体不由地打了的寒颤 真不敢想象张兰赫用这张脸 喊着周周二字时的模样 谢回舟以为张兰赫会是个高冷人设 结果没成想竟叙叙叨叨地说了一路 说以后要教谢回舟习武啊 读四书五经啊什么的 张兰赫的声音甚是悦耳 但在谢回舟看来 这跟上早八听老师讲课没什么区别 本来就起得早的 谢回舟现在已经昏昏欲睡 几次打盹都差点扑到张兰赫怀里 见状张兰赫只觉得好笑 他不动声色地看着谢回舟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他有意无意地提前张开了双手 突然一个颠簸 谢回舟猝不及防猛地扑到了张兰赫怀里 张兰赫借机抱住了谢回舟 随后假意露出一脸担忧之色 哎呀 殿下您没事吧 说吧他还趁机伸手偷偷摸了一把谢回舟 果然没错 这一模一样的手感 让他更加确定了谢回舟就是内腕之人 众人眼中一事无成的草包皇子 哪知一个不小心惹到了权势滔天的国师 结果被国师赶鸭子上架式地逼上皇位 而皇位也是国师将皇子锁在身边的手段之一 自从张兰赫确定谢回舟就是内叶之人后 他已教导皇子之名 每日都将谢回舟接到国师府来日日盯着 张兰赫为了防止谢回舟发现自己已经知道他就是内叶之人 为了不打草惊蛇让这只跳脱的小狐狸跑路 张兰赫就像太傅一样教了他很多东西 但一心只想摆烂 不想趟这浑水的谢回舟心想 书是不可能念的 摸鱼是少不了的 谢回舟趁着张兰赫临时不在 他开始在书房里晃悠了起来 一眼扫过去 他看到了一些熟悉的书册 心中猛地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 谢回舟趁着四下无人偷偷打开来看 好家伙 这不是自己暗地里为了诋毁张兰赫而画的小色图吗 他的脸顿时爆红 现在的他只能默默祈祷 希望张兰赫不知道这些不堪入目的图是他画的 就在这时谢回舟听到脚步声越来越近 吓得他连忙将那些画册归还原位 只见张兰赫手中拿着一个黄色的东西走了进来 见状谢回舟突然感到不妙 国师 您手中 怎么拿着一道圣旨 张兰赫将手中的圣旨递了过去 殿下你要去主持这次的科举 这是皇上的旨意 文言谢回舟感觉自己要和百烂的生活说白白了 明明被忽视了那么多年 现在突然又是抬举他 又是给他整活的 就不能让他老老实实地当一只小米虫吗 他只想做一个不问世事的瑟瑟化师啊 而此刻张兰赫的心境却截然相反 众人都认为谢回舟是一个一事无成的草包皇子 但张兰赫偏要把他推向神坛 他不容许有人看清谢回舟 此时谢回舟内心的OF 谁 我妈 对于所有追逐权力的人来说 容易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 但这也是求疑 困住了不少人不得不停留在京城之中 如果能让谢回舟不走的话 皇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得了这等肥差 按照惯例谢回舟得进皇宫里亲自谢恩 而谢恩必须身着皇子福 张兰赫差人给他送来了皇子福 他目光灼灼地盯着谢回舟 殿下 礼服繁琐需要陈替您更衣吗 自认为没有吊马的谢回舟 只觉得国师撞协了要给自己换衣服 堂堂国师若是亲自为他更衣 这要是传出去他们可就不清不楚了 更何况现在的国师还有一个好南风 又有影集的名声 谢回舟猛地抢过衣物 他把张兰赫往门外赶 国师 你可是在青天间里祈福的国师 不是我的贴身太监 这种粗活不该由你来干 麻烦出去一下 谢谢 见状张兰赫只觉可惜 他真想把谢回舟身边的人全部赶走 然后将伺候谢回舟的活全给包了 谢回舟换衣服换到一半 他突然感觉背后有一双眼睛盯着自己 他猛地回头一看 近看到一条银白色的小蛇蛇倒挂在空中 眼珠子正在好奇地打量着他 谢回舟仔细一看 发现是一条漂亮的银白色小蛇 看起来温和无害还无毒 是个人都能捏死的那种 小蛇蛇歪了歪可爱的小脑袋看着他 果然在可怕的东西 只要变成迷你版的都会可爱无比 谢回舟壮着胆子摸了一下蛇蛇的脑袋 冰冰凉凉的触感 就跟国师一样 乃至小蛇蛇不仅没有生气 还大胆地蹭上了谢回舟的手 谢回舟被这条小蛇蛇可爱到了 一人一蛇就这样玩了起来 这还是他第一次撸蛇嘛 与此同时 张蓝鹤突然感觉到身子被人摸了一把 而且还是上上下下摸了个遍 他察觉到是分身出了问题 他瞬间附体到小蛇蛇身上 他倒是要看看是谁如此色胆包天 竟不知羞耻地对他上下其手 通过分身的视线 他看到了谢回舟正在触摸着他 本体与分身感同身受 谢回舟温热柔软的手正在触摸着分身 这根直接摸了他没有什么区别 站在门外的张蓝鹤露出一脸邪笑 殿下您的举动太大板 真是让陈受宠若惊那 张蓝鹤见有机会 于是他便操控分身开始使唤 只见小蛇蛇顺着谢回舟的指尖 缓缓往上爬 银白色的蛇区突然缠绕在一起 如一根银链将谢回舟光洁的手腕锁住 该说不说这画面还有点色色 谢回舟心想这画面可以作为素材 回头他就画到他的画里去 给保守的古代人一点点小小的色色震撼 谢回舟尝试着从银蛇的缠绕中脱离 哪知这条蛇越缠越紧 他甚至还能从小蛇蛇的身上看出一脸得意 真是奇了怪 难道这蛇是成精了